大家还好吗?欢迎再次回到Mineye频道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探险之旅吧 看看又会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这里 在这次旅途过后,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观点,让我们一同讨论 接下来的这段影片是由一位名叫Kiana S的Instagram用户所分享的 据这名女士讲述,他们一家现居住在南澳大利亚的河地区 而且这还是一处跟被理工墓相连的社区 虽然听起来居住在墓园附近,好像是一种不太明智的选择 但Kiana一家在这里生活的这些年里却几乎没有遭遇过任何异常 而直到不久前,他们在更换家中的这些监控器时 孩子们却从这些设备以前保存的录影中看到了这样奇怪的一幕 我不是在那里面看来.. 我看到了,我看没看到了 在那里面看来的人却几乎 um... 从这里面看来的人却底地 这就是嗯 他就快在这里了 而且她是几乎回来的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那就是普通的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当着一家人在好奇地查看这段录影时 一名女士却突然间 出现在了墓园外的这处大门位置 可在不久之后 她便直直地走进了墓园里 而这时的时间 却是凌晨的五点左右 据Karna讲述 这位女士看上去 就像是穿着一件长长的西装外套那般 而且她的手中 好像还提着一只大大的包包 可似乎却并没有人会选择在凌晨时 进入任何一座墓园 更何况她还是一位女士 然而这段监视录影 也让这一家人感到了困惑不已 甚至Karna还玩笑地 将这位突然出现的女士 称之为是一名传送者 但这可能还并不是这段监控录影中 出现的最诡异的地方 因为当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这段录影时 可能会以为 那只不过是监控器出现的某种故障罢了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画面中 突然出现的这个人物 或许她已经在大门前站了很久了 只不过由于监控器的某些故障 所以才没有拍摄到她 起初Karna跟丈夫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最不可思议的是 从影片中我们却可以看到 这名女士在出现后 便向着大门的一侧走去 而随后她便转身进入了墓园 但是据Karna讲述这处墓园外 却是有一些简易的围栏的 而这些围栏却并不是最新才设置在那里的 据称在Karna一家 是近年前刚刚搬到这里时 墓园外就已经有这些围栏了 随后我们通过查看地图 似乎也验证了Karna的这一说法 通过这些谷歌接景图 我们可以看到自2008年起 谷歌第一次拍摄到墓园外的相片 那些围栏便就已经出现在了这里 不仅如此 这些围栏似乎还与大门紧紧相连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女士又是如何穿过围栏 进入墓园的 Number 4 相信不少人都有看过2000年上映的 这部名为惊天动第60秒的电影 据称在这部电影里 尼可拉斯凯吉饰演的这名技术高超的偷车大盗 最快可以在60秒左右的时间里 便可以盗取一台价格不菲的汽车 而且他似乎还从未失守过 那么你是否想过现实中的那些盗贼们 他们的偷车技术又是怎样的呢 2023年的3月时 肯塔基州的不少媒体相继报道了 发生在该州境内的这样一起汽车被盗案件 据称在此次的案件中 这些盗贼们仅用了40秒不到的时间 便从经销商那里 到走了6辆价值57万美金的盗骑汽车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监控器记录到的这一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报道中的讲述 当晚被到的是萨莫赛特市的一家 名为唐富兰克林的高档汽车经销店 而且在这天的凌晨两点左右时 这家汽车店内共有六台这样的到骑汽车被人开走 其中有四台是停在展厅内的 两台在他们后院的停车场中 但无一例外的是 这些盗贼们却十分娴熟地给汽车换上了未造的牌照 以及在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内 将这些汽车全部地开出了这家经销店 据称这家商店内其实是有安防系统的 但是这些设备在联系到警方时 却需要用掉近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而警察们在街道报警并赶到这里 最快也需要近三分钟左右的路程 所以当警察赶到时 这些大盗们早已经将汽车开上了附近的高速路 可是当警察们试图拦截时 才发现此时他们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80英里每小时 也就是近300公里的时速 庆幸的是 最终他们还是找回了这些被到车辆中的五台 但是至今为止 这七人组成的盗窃团伙中 却仍有两人在逃 可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却发现展厅内的这四台汽车 他们的钥匙其实一直就在车内 而当晚盗贼们只需要破坏掉展厅的门锁 便可以将他们开走 但是停在停车场内的这两台汽车 他们的钥匙却并不在车上 而偷走他们时 盗贼们使用的却是一种类似于CAM注入攻击的最新盗窃设备 而这种设备可以截获汽车遥控器发出的信号 所以盗贼们只需要在破坏掉车窗后进入车内 便可以启动车辆 但这种技术的出现 似乎却让汽车被盗变得异常的简单了 因为它根本不需要物理上的车钥匙 便可以开走我们的汽车 2024年的3月初时 各大媒体相继报道了这样一则讯息称 生物学家们可能发现了目前为止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一种蟒蛇 据称这是不久前 有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支研究团队 在厄瓜多尔的亚马逊丛林里发现的 起初当生物学家们在看到它时 这个陌生的大家伙正盘绕在河岸边的一棵大树上 但是当研究小组的船只诊要靠近时 这条巨蟒却突然间钻入了河道中 无奈这些生物学家们只能立即拿上了相机 跟着它一起跳进了河里 据称这条巨蟒的全长约有6公尺 体重超过了200公斤 而随后生物学家们也为这个新朋友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为北方绿水燃 然而之所以它会得到这样一个名字 是因为之前世界上最大的蟒蛇 也是一种生活在亚马逊与林中的名为亚马逊 孙蟒的巨蟒 它们同属于燃亚克物种 而此前的巨蟒之最 它的体重可达250公斤以上 但是最新发现的北方绿水燃 则很可能将它取而代之 生物学家们还指出 北方绿水燃跟亚马逊 虽然在样貌 以及习性上 有许多相似之处 甚至就连它们的基因 也只存在有5.5%左右的差异 而这两种巨型的蟒蛇 虽然并不具有毒性 但它们都是依靠惊人的力气 利用发达的肌肉来挤压 并杀死猎物的 而且通过近些年来的研究发现 燃亚克的蛇类 大都生活在靠近丰富的水源附近 因此北方绿水燃 和亚马逊虽然它们的鼻孔跟眼睛 也早已进化到了脑袋上 所以这种蟒蛇 也具备了一种特殊的本领 那就是可以一边呼吸 一边在水面上寻找猎物 而这次生物学家们 能够发现这一新的物种 也完全属于无星插流 据昆士兰大学的弗赖教授讲述 原本它们这次的研究目标 是厄瓜多叶苏尼国家公园附近的 石油泄露事故 是否波及到了这里的野生动物们 因为近些年来 该地区突然间出现了 众多起的石油偷彩案件 而无法监管的那些开采者们 为了降低成本 也早已无视了环境这一问题 目前为止 这片原始丛林里也已经有多片区域 出现了大规模植被死亡的情况 所以 生物学家们也为生存在这里的那些动植物们 感到了担忧 据弗赖教授讲述 除了原油开采造成的生态浩劫 气候变迁引发的干旱 同样也让亚马逊与林中的很多动植物 面临了生存危机 或许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某些有效的手段 来改善这一问题的话 那么这些影片 将可能是我们人类 为数不多的一次记录到 这些生物们的影像资料了 No.2 Airbox Castronautica 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城市探险类频道 就像是很多这样内容的频道那样 这几名YouTuber也时常会带领着他们的观众们 在世界各地去探索一些废弃的建筑 以及这些建筑中隐藏的某些不为人知的部分 2023年时 这几位YouTuber来到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处 名为拉普拉塔的公墓进行拍摄 这是一座建造于1886年的古老墓园 至今也已经有近130多年的历史了 据称 这座墓园在建造之初 是专为了纪念那些为这个国家在独立之初 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人士 所以能够埋葬在这里的 也都是该国著名的政治科学 疆域文化等不同领域的杰出人士 因此这里也存在了大量的家族式墓园 可是当这次的拍摄结束 这几位YouTuber将影片分享后 却有不少观众发现影片在播放到15分钟时 这里却似乎出现了一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否也注意到了异常 起初这一幕似乎很难会被大家发现 当其中一名YouTuber在将相机伸向墓穴里拍摄时 一只手掌却出现在了一个敞开的棺材上 但是紧接着他却又立即缩回了这里面 可这几名男子此时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而在随后他们便离开了这里 前往了另一处敞开的墓穴拍摄 虽然这一幕也的确让人感到了难以置信 但却有一些观众认为 想要卫造它可能非常的困难 因为就需要事先让人爬进这里面 但是从影片中 我们却可以看到支撑这些棺材的铁架 却早已秀机斑斑 所以看上去十分的危险 那么这些城市探险者们 是否真的在无意中拍摄到了某些超自然现象呢 在我们开始最后一段影片之前 请别忘记点击订阅按钮 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虽然纳瓦尔这种动物 一直都被科学界认定为 是一种出现在民间传说中的生物 但至今为止却还是有不少中美洲的居民认为 它是真实存在的 例如墨西哥、维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等这些国家 甚至在当地的一些宗教中 还将纳瓦尔解释为 是某些邪恶的巫师在黑夜降临后所变化的动物 据称巫师变化的这些动物 通常是当地人常见的 例如猫狗、狼、蝙蝠等 但如果在变化的过程中 巫师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干扰 那么它将无法回到人的模样 甚至就连在此过程中变成的这只动物的样貌 也十分的诡异 看到这里 它是否也让你感到了难以置信 然而更为难以置信的是 2014年时墨西哥的不少媒体 还曾报道过 发生在圣地雅各、图斯特拉市的这样一起 与纳瓦尔有关的遭遇事件 据称 圣地雅各、图斯特拉 是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城市 至今这里还保存着一些传统的巫师文化 和宗教信仰 传闻那些邪恶的巫师 会通过杀死动物来向死神献祭 从而获取某种神秘的力量 但是这种邪恶仪式的存在 也让很多当地居民感到了惶恐不安 因为很多人认为 那些献祭的动物 都是来自村民饲养的牲畜 据称 该地区 自2014年的8月初时 便出现了众多起的家畜丢失案件 甚至是在警察频繁巡视的地区 这样的丢失案件 却仍旧会不时地发生 而这一切直到8月12日这天时 大家似乎才找到了答案 因为有些居民看到了那些家畜 好像是在跟随着某些奇怪的动物 进入了附近的灌木丛后 才消失不见的 所以 很多人认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些邪恶巫师 变化成的纳瓦尔 可是起初当警察们 在得知了这种说法后 他们也感到了难以置信 但是接二连三 发生在圣地雅各图斯特拉市的那些募集事件 似乎也让他们感到了困惑 据称 只是在2014年的8月中旬时 这样类似的募集事件 就达到了十多起 甚至有些募集者 就是在此巡视的那些警察们 然而 就当这起事件 在被各家媒体相继报道的不久后 该地区却再次的传出 有人募集到了纳瓦尔的出现 而这次有所不同的 是当地的一些居民 不仅看到了他钻进了保护牲畜们的栅栏内 而且据称 在众多猎人们的围堵下 他们还将他杀死在了这里 据报道中的讲述 这个家伙的体长 约有一点一米左右 他的头部 看上去就跟野猪那般 而且这个生物还长有 如同人类手掌一样的四个爪子 随后 这里的居民们便把他们捕获到的这只奇怪的生物 悬挂在了农场的这处栅栏上 因为很多人认为 这样不仅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 而且 他们似乎也正在利用这种方式 向那些邪恶的巫师宣战 但奇怪的是 不久后 这只生物却离奇地消失在了这里 据报道中的讲述 警方认为 是居民担心他会给大家带来可怕的瘟疫 所以人们便将他掩埋了起来 可当地的一些居民却声称 其实是政府的某些部门 带走了那个生物 但据说从此之后 该地区的那些牲畜 却再也没有出现丢失的情况 但如常 您是最终的一句话 的这些人 从此之后 从此之中 在邪恶的 邪恶的 邪恶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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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